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欢迎收看《智虎通》 年轻人就是社会未来的动良 是一个成功的社会裏 除了要紧守自己的岗位之外 都要懂得培育下一代 今集有机可乘的嘉宾 除了对于这个社会有贡献之余 都会很愿意去接触和给机会一些年轻人 去发掘他们的潜能 同时也会辅助社会上不同界别的弱势社群 担起社会企业的责任 一个成功的企业 都不一定只是往前看 一起来听听他的营商之道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智虎通》的《有机可乘》 的其上个星期 今天和一位无论在传媒 上市公司的管理 一些新零售模式当中 都存了不少经验 不过现在 除了是事事都要讲求经济效益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社会角色可以担当 今天再次欢迎李志健先生的 Ernest 你好 Hello 今天和Ernest说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我们要为年轻人做些事 如何帮一下年轻人 在我的眼中 有很多如Ernest 拥有丰富的一些新闻管理经验 很多都转了跑道 去了做教授 做讲师 去教书 但你不是 你也是转了跑道 但你做了一件事 给我的感觉是更加有意义的 我不是说教书没有意义 但因为你是帮很多一些 社会的小数族的小朋友 不止年轻人 是小朋友 例如小学生 也会帮一些贫苦的小学生 去如何增加他们 将来的求生技能 因为如何拍片 如何剪片 如何讲话 如何演绎 这是将来很多人 找食的一个基本技巧 可否说一下Ernest 你又离开了新闻机构 新媒体 你拥有很多经验 为什么会驱使你 有高层做 找很稳定的月薪 要去做一些社会责任 那么大的工作 包括你也找了我做顾问 那个粉清創本事 很开心的 因为Ernest 去了一个班奖 很多小朋友 拿了一些国际性的奖行 看着他们在台上那种喜悦 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 一定要你说一下 谢谢 又说回现在做一些社企 其实当初为什么会想做这件事 我想也是很感谢 在做新闻总监的时候 我们认识了一些 真的做社企的朋友 很早期 也在说十年前 开始在香港想去推广社企 我们会认为 其实做生意 可以背底 我们也在帮助解决一些人的问题 其实现在我们就叫做这件事 我们叫做So So Good 其实有个社会企业责任 我们希望社会可以 向着好的发展 但是 这个世界未来就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做多些东西 帮助年轻人 有时候在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也学到东西 刚才Dicky提到我们之前的做法 我们是跟中学生和小学生合作 去做一个 跟我们成立一些 叫做 学校的影视工作室 就是可以做一些studio 就是 几十个同学 我们就把他们组在一起 然后就着一些社会议题 做一些迷你剧 可能做几分钟迷你剧 一分钟一集 我们去试试去做 做了之后 刚才Dicky提到那个典礼 就是我们的closing ceremony 有二十套作品 我们就做完这件事 之后我们再承着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 社区电视网络的计划 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新科技 已经将我们拍摄 剪片已经很普及化 真的小学生 现在我认识的都是YouTuber 所以 小学生都是YouTuber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这件事 为什么不能将它放入社区 其实电视台的一个模式 坦白说 其实社区也可以做回自己的节目 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 就是由这个年轻人 如何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共用 就变成一个社区 之前那个就是粉青 其实是勤粉青年的创 就是创业的创 本就是本人的本事 就是电视的事 现在那个名字叫做 轮住创本事 轮住就是轮理 是的 跟社区的关系会更大 这个其实就是很阔的 有不同的阶层的人 不同种族的人 亦都因为这个缘故 跟一个地方 不同的理念 可能产生很多冲突 所以这个又带出很多信息 现在这个我们就 轮住创本事 会做多些社区的事 所以就是会 都有几个主题 例如新屋邨的居住 你知道很多新的公共屋邨 怎样令到一些 生活进去的人 会多一些归属感 还有很多长者 因为我们有其中一个 讲落龄的 就是讲长者 她的生活怎么可以 再开心点呢 多些发展呢 这样 其实都要试 但很多人 都会有个疑问 就是做社企 究竟大家最想做的 终极目的是什么 真的纯粹是在社区 需要有些人 拿钱出来做得比较好些 还是社企自己本身 真的应该当成一盘生意 不过是用了另一个市场 或者另一个角度去做 社企在香港 其实的发展是怎样的 Apple问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有时候 都会有个 误解 或者误解 社企就等于做前线呢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我们讲社企业 我们讲社企业 是一盘生意 所以其实都是要计算的 所以很多朋友去做社企 可能你有一行热成 想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是你的营运 如果没有一个需要营运 你也要计算成本 以及钱从何来呢 我们做生意就会问 你做的东西是否有个需求 你做的服务和产品没有需求 那你怎样有生意 即你没有钱回 没有钱回来 你做生意就想要现金流 没有现金流 那你没有现金流 那你怎样行 所以刚才Apple问的问题就是 其实社企本身 是需要有生意营运的 除了理念 就是做法的操作 所以现在最新发展 就是开始多了一些社会企业 其实他们知道 真的需要有营运 可能要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合作 要开拓 除了香港 可能是亚洲市场 那你这件事才有机会做到整个生意 因为很多时候 你看到大家源于一些误解 接着就会说 社企 如果你都是谋取一些很多的利益 那就是不是帮助社会 其实 因为现在消费者或者网上的批判 有时都会比较上再尖銳一点 社企有没有面对一些问题呢 其实社企在利益上高 它都有一个特别的分配 有一些社企的做法就是 我们称为334 那如何334呢 就是将三成分给股东 有三成就给同事做类似花红 那剩下四成就放在一个 社会的项目的投资上高 那就是说 每个企业赚到钱 它不是全部放在袋 或者不是全部分给股东 而它也是会将钱放在社会发展上 帮助社会向前 不过我觉得 消费者也好 投资者也好 现在得到的资讯 比以前真的多了很多 就算我们可能 过往去做慈善工作也好 捐完钱 那你很信任那个机构的话 其实你未必很了解背后的运作 但现在其实就不是了 可能你会想知道 它究竟背后开支 实际上落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其实是多少呢 我觉得好像大家的思考上 是理性了很多 我已经证明了 捐完钱也会看下 它的行政开支多不多 就像Apple那样说 究竟多少可以落到 受惠人士手中呢 但Ernest在过去做了很多计划 也有些可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否艰难的 要拿到政府资助 又要回馈社会 又要做这么多的工作 难难做 难度高不高呢 其实比起你做上市公司 其中一个管理层 哪样难一些呢 各个各难 你知道做上市公司管理层 你都有很多其他 除了大老板 主席 还有很多部门的主管 大家都要有个合作 其实都会有竞争资源 说回社企 就算我们去拿政府资助 其实都不容易 因为说政府资助 其实那些钱都是来自纳税人 如果拿到纳税人的钱 其实如果你在社会创新 和执行和营运方面 你做不到 即是你不能带来社会效益 那为什么纳税人要给钱我们 去做社企的东西 或者做一些社会企业的项目呢 所以刚才Dicky问的难度就是 我怎样既要有社会创新 同时我要能够执行计划 又要带来一个实质的社会效益 例如我们刚才说的 《非典创本事》 其实我们要提升青少年的抗疫能力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数目要计 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社会实验 和会有些测试 来看看那个年轻人 是否真的有成长度 其实你不是说 他有参与的活动就算了 而是真的要量度到他的变化 但是也想问一下Ernest 透过这些计划 真的能够接触到年轻人 其实你觉得他们 是否真的需要我们某些程度的帮助 还是用一个什么角色 去跟他们相处 会令到他们比较舒服 我的经验就是 其实要当大家是朋友 因为我们都问过 有些参加者 有些中学生 他们都问 为什么他会 由初初不太喜欢 因为初初好像比别人 给老师 就是你来参加 后来他就很喜欢 带他过来 是的 后来他就觉得 因为我们的同事和他 交通的时候 好像是朋友 总而经常承计他 那变成了 是的 很多很出名的导师 有些著名的导演 他们都学到很多东西 对 但是接受过程 是否都要 好像你这样说 当是朋友 不是说你是名导演 我会听你说的吗 会不会这样 都是要 我们叫做 蠢蠢蠢蠢 还有都是要 不要干预这么多 哦 ok 是的 有些导演都说 其实他的同学自己 可能有些叫煞 我们不要干预 他等他走过来 问你意见 你才给少一点意见 如果不是 你就好像不是给他拿主 就是要给他拿主意识 是的 他错了 我才再谈 而不是说你不得我Apple 那其实他就成长不了 因为你告诉他 他就好像跟了你 就是说你 就是多多另一个的你出现了 就是说你 不过这方面 其实可能作为观众 每一位都有需要 因为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在职的也好 或者在家里 你接触年轻人的时候 其实都要思考一下 究竟用一个什么新的方式 去跟他相处 稍后回来继续谈 继续回来有机可乘 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现在时代转变 除了讲求科技 讲求效率之外 很多东西 我们以前就是说 譬如一间商业机构 一间上市公司 看一盘数不漂亮 赚钱就可以了 赚到钱 分给我们小股东 但其实现在真的不是 我去选择投资那间公司 或者我觉得他是不是一间好公司 加多了很多标准 看人看市 其实角度是不同的 其中一样就是CSR 就是说社会的辟業责任 即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不过现在不止这三个字 还有其他字 也有什么ESG 这些真的要听Ernest说 因为你正在做这些东西 其实是什么概念 是否空中流角 得过港字 还是真是很落实得到 以及会提升企业的营运效益 刚才我们说的 Dicky提到ESG 这些字 E就是环保 或者环境 Environmental 是的 S就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 Sustainability 就是持续性 另一个我们叫 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 其实也是 Jesus Stand for Governance 就是企业管治 本身 现在所谓时兴 因为研究就是 CSR都不够概括 现在我们对地球的环境 要注意 对于海池族发展的生活方式 也要注意 当然企业管得好 你才能做到这些东西 所以 现在企业除了做生意 刚才Apple说的 就是要去理解这些东西 所以同事 其实他除了做自己公司 要做的东西 他应该要发展其他一些 可能是义工服务 或者做其他社会的一些社企业 他应该要去涉及这些东西 才是一个 即是对一间企业 或者是对社会 或者是对城市 比较长远发展的需要 但刚才你提到 即是说环保也好 社会的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好 哇 其实一句都说完了 就是涉及大量的成本 即是说又是要计数 又要花钱 你说你是社会企业 还要赚多钱 还要拿几成出来做 也更好一点 但私人公司 他们肯不肯牺牲这个利润 就换来几个英文字母 在你的角度 会不会是 譬如说说香港 会否这些公司 其实现在这一刻 其实是做得不够 还是都开始慢慢 已经有一个趋势 是他们都会有一种意识 就是知道 原来赚钱之余 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社会责任 而很专注是环保 和一些社会的一些工作 其实香港在这方面 都行得挺好的 其实很多大器本身 其实很多企业都已经在行 其实很多企业都在行 而且就回到自己本身的企业 主要的核心业务 他们会觉得 例如有些电力公司 他们一定会就着环保 他们会特别关注 所以其实都有这方面 至于中小型公司 就看情况 其实有些刚才我们讲开 start up 或者说一些初创企业 其实他们都会很注重 因为年轻人去做现在的新生意 他都会很重视人 重视地球 不只是为了赚钱 那么简单 但是其实变化 CSR去到ESG 就算刚才你说的 S 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演绎 你觉得这些元素里面 怎样去衡量 哪一个先 哪一个走后 或者哪一件事 你觉得真的一定要做 刚才我们最主要的 S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可持续发展 一个是社会资本 一个是社会资本 如果我自己个人 我就会觉得 我就倾向社会资本 因为社会资本是说 一个人情味 或者人制的网络 这个都很重要 因为可能我们大家 有一个共同理念 都有一定的能力 还有我们自己个人的资本 如果我们联手合作 就着一个社会问题 去做解决的时间 可能效果会好很多 所以如果没有这件事 其实你后续那些环境保护 因为如果我们大家都不配合 或者都没有共同理念 就是环保 说来生气 就是说 你知道有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说了 做不到 就是帮不到社会去发展 或者去 我们叫可持续去 但是这个社会资本 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想问一下Ernest 在利益社会当中 其实是否容易 找到一些跟你有共同理念 又不介意跟你一起 可能分享利益的人 就是以你的经验来说 难不难去达到这个目的 我又觉得不是很难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物以类罪 我有时觉得也是 你自己的想法 是这样的 其实你自己很自然 又会去 我们叫做黏在那些 和你 吸引力 是的 如果那些人不合谈 其实你自己也会感觉到 那便不谈 如果他不是 你不可能 跟别人谈一些 可能他不关心 或者他不有兴趣 其实都谈不到 所以难不难 如果我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所以我觉得 不算很难 过去那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大家都处于一个 不开心的状态 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 就是说我是乐观底的 那就可以面对得到过去呢 Ernest 这年多的变化 香港的问题 跟着可能国际间的问题 有没有令到你都觉得 有些的思考 或者有些的啟發 或者想到一些东西 是的 怎样你都可以保持着 在时刻都很正面积极乐观 以及那种打不死的精神 我在你身上是学到这件事的 怎样保持着这团火呢 其实 你说 情绪有低的时间 当然会有 但是我想 过去这一年 好像刚才Dicky提到 上星期我们讲的节目 我们做的青年的项目 看到年轻人的成长 其实它是给我们动力的 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 原来你是在投资在未来 那他们有成长 其实你都觉得 还有些希望 那你就会有些动力 因为你不做 那你不投资在未来 那其实那些年轻人 在将来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有时候 你都要咬住牙关 你都要过去的 就是很焦点在社企 或者在一些不同的项目 希望履行多些社会的责任 另外一方面 就是年轻人的未来 为何令到他们觉得 在一个可能比较动动一点的时候 仍然都是有机会的 就是两方面的未来 你自己有什么解释 先讲年轻人的未来 因为我想大家都会说 那个核心价值灌输 那其实我们透过 我们现在做的那些项目 都是希望 就是用一个朋友方式 我们去大家交流多些 一些我们会认同的 那些核心价值 那都是一些正面的核心价值 就是令到他们觉得 最重要的是有困难 其实他们是有方法 有朋友 是可以一起去想办法 去解决问题的 那当有这个海律 可以一起解决问题的经历 其实他的模型中 抗疫能力就会提升的了 而我们都是关心很多 社会共同的议题 那我们都希望社区的发展 会更加紧密 多些人情味 那这个也是 我觉得对年轻人的发展是好的 那至于个人来说 其实都是觉得 刚才我们提到 那个 我自己也是在搞社区电视台的计划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一件事 我也是有趣地可以继续发挥的 是 始终可能我在外国都生活过 都一段时间在外国读书 我就更加明白到 作为一个小数族裔 在一个地方生活 其实是会面对很多很多不同形式的困难 所以如果你说 在香港我们的社会 好像Ernest 是会留意到这些问题 关心他们 其实真的在我的心目中 是很难能可跪的 因为往往可能在我们的商业世界 又或者好像我们现在有机可乘的节目 访问了很多企业的管理层 赚钱是最重要的 但原来社会的责任 環保的意识 其实都是同样的重要 但是有没有一些短期的目标 除了在社区做到电视台 或者令到更多受众之外 一些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 你觉得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是做些什么好 怎么拆呢 这个也不容易 我只能说回我自己最熟悉 因为由新闻过渡到现在 我们就会比较倾向了 做一些我们叫文化创意产业 这方面我认为 都是需要大家想一些新选 怎样可以去过渡一个新的常态 因为现在说真的 好像疫情 我们可能有很多表演 都不容易做的 就算我们以前做了电视台 其实都会面对一些冲击 整个受众的行为都在变成 那怎样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利用互联网的科技 令到我们可以有另一种形式的发挥 这也是我自己现在短期内 是在想的 怎样去做好一点的一个范畴 对于未来 其实你是看到 香港还算是很有发展空间 暂时还是很有 所以就要透过大家继续努力 才可以有机会多些 是的 掌幼有共融 年轻人与成年也有共融 不同种族也有共融 如果可以拥有一个共融的社区 共融的社会 很多问题都很容易形人而解 这也是一个很理想的角度 希望在新一年的时候 大家有一些无论是抗疫的经验 还是抗疫的一个 就是 存回来的一些子弹 在今年就可以盛放了 亦都希望Ernest可以在社区当中 做多些不同的服务 令到手众更加多 谢谢Ernest 谢谢